所以如果有一些早線 或是時間比較短的客人 那他做了 configur Setup 有看起來 台灣的 有一個統計 台灣男生大概是 一般講到這裡 我們會留個大概五秒的空白時間 大家去導er 歡迎回到美領出任務 好 停留上一次 包金 問題 之後 我們又來找到 尼斯證書的王曉昕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那今天主要想要跟王醫師請教的是 陰莖增大部分 那首先呢 我們想要先了解一下 就是台灣男性補片陰莖的長度大概是多少 好 OK 我們講這個陰莖的長度都是指薄期後 因為薄期前那沒有意義 這是講薄期後 台灣的有一個統計 台灣男生大概是11.5公分 11.5 對 就是說薄期以後的長度大概是1.5公分 好 所以一般講到這裡 大家就是說我們會留個大概5秒的空白時間 大家去倒池 所以現在這5秒 大家也沒有認真聽完在講什麼 他不容易倒池 其實跟其他國家 因為很多人都會說 西方人是不是真的比較差 其實差不多啦 沒有想像中差那麼多 那黑人好像稍微真的長一點 大概12.5還是13.5 我這個數字我稍微有一點點模糊 就是說沒有你想像中的差別那麼大 30公分 對 那只是說因為你們 平常很多人看那些歐美的一些成人電影 是不是被誤打 我不知道 所以這個事實上在生活中 現實生活中其實 羊腸不一定比我們還厲害 那想要請教一下意思 就是陰莖它大的主要是要分成長度 粗細 我懂你的意思 所謂的陰莖增大 大概我們現在主要做的有三個項目 那一個就是 就是你說直接增長 就真的把硬莖變長 那一個就是說龜頭的增大 龜頭增大這個東西為什麼這麼重要 其實我們男生能夠讓女生達到這個高潮 或是能夠滿足對方 其實大部分是靠的是這個龜頭的摩擦 就是龜頭如果他能夠頂到所謂的女性的G點的時候 那利用這個龜頭的摩擦讓這個G點興奮 那如果你龜頭太小 你可能就頂不到 那你頂不到那你就會沒辦法讓女生滿足 所以其實龜頭的大小是還滿重要的 然後第三種才是這個就是龜頭下面這個整個陰莖區幹的部分 他的一個真粗 所以主要是分這三個部分 所以你常常有人說他可能沒有得到滿足 可能是因為龜頭的關係 對有可能 他可能不一定是男生不夠長 可是他龜頭可能比較小 他比較小他就沒有辦法聽到 他就是金針骨很長很細 可是頭很小 所以沒有什麼感覺 對對對 因為有些男生他婆媳的時候 他會很像一個錐子 錐子就是說他的頭的部分是小的 然後身體是大的 這種他根部很粗 但是他頭是小的 所以他進去的時候其實他那個他沒辦法 也是 前線士兵很不給力 對對對 所以龜頭增大也是算是一種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話題 但是有聽說就是國外有一個新聞 他是一個非裔的親戶 他覺得他的下半身比較短小 所以他會每天都在他的陰莖部會掉重物 持續大概半年 然後他感覺是有長了一點點 可是他沒辦法撥起 這個是什麼原因 OK這個其實不用講到非裔青年 因為你們可能比較年輕 在我們那個年代 網路上就有很多叫做九九神功 你們的阿公阿嬤可能有聽過這個九九神功 或者以前的電影會演的 他這個意思就是練九九神功 但是九九神功他在科學上來講 他其實不是真的增加陰莖的長度 他是增加骨盆腔的肌肉 就是你利用那個地方是訓練你骨盆腔的肌肉 讓骨盆的盆底肌強壯 就像我們現在在健身房重訓一樣 重訓之後你肌肉會比較壯 所以你可能復健肌肉比較壯 所以你看起來好像 其實也會比較厲害一些 自己心理上的感覺 但是至於他說不能勃起這個 我比較 他就弄太重 對他是弄太重 如果你不能勃起 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說 他就弄得折斷 陰莖是可以骨折的 有這個名詞 那所以他是不是真的把它弄到骨盆 我沒有辦法 因為不認識這個病人 但是這是有可能 那如果你單純的訓練 其實你不用掉中 如果大家真的要練類似九九神功 好助理喔 大家準備一條毛巾就可以了 你不要以為你的私密處可以掉多長 你只要一條毛巾 你掉著一條覺得不會重 你就放兩下 施毛巾嗎 對 就施毛巾 加一點水慢慢的越來越重 把毛巾掛起來 就毛巾這樣掛著 然後你去訓練它 就可以了 男生自由用 所以以後問男生說 你可以掛幾條 應該說你 應該說歐整掛條 但是我水是滿 都沒有你 我的那樣很強很強 如果想要讓 就是弟弟變長變大 現在有什麼方式可以指定 好 分三塊來講 那我分開講 因為這是不同的東西 我們先講 第一個就是說 讓龜頭變大 龜頭變大相對來講 是比較簡單快速 那目前主流大概有兩種 一個就是打玻尿酸 那一個就是打脂肪 就是抽脂肪 自體脂肪 自體脂肪來做 我個人是比較建議做玻尿酸 那我們診所因為做的 這個龜頭變大的項目蠻多的 就變得比較多 那我可以給大家一個 我們的數據 就是說你龜頭 我們大概打五 五CC的玻尿酸 大約可以讓它的圓周 增加大概兩公分左右 這是我們這幾十年來做的一個統計 那所以說一般來說 增加兩公分其實還蠻多的 大概就過用 那當然 最外圍的地方增加兩公分 對對對 就是那一圈最重要 那如果你要省錢 你就是只打最重要的那一圈 因為我們五CC大概是打在比較均勻 把整個形狀打比較漂亮 那有的人他就是只打最重要的那一圈 他只需要兩CC就過了 但他的形狀就不是原本的形狀 他就是那兩圈 你就好像長久了 所以中間他還會特別突出 對對對 類似這樣 這個就是龜頭症的 如果是下面那個軀幹 龜頭下面那個軀幹要增大化 增粗的話 我們就是比較常用的也是兩種 一個是也是脂肪 那一個就是所謂的人工蒸皮 那人工蒸皮 它是聽起來是比較理想 但是它的缺點是它的費用會蠻貴 一般很容易大概隨便做都會超過二十萬的地方 脂肪會比較便宜 那但是脂肪的缺點就是說 因為它是軟軟的 那所以它是外觀上看起來是真的變大 但是你裡面的硬度它是不會改變的 這個應該不會很難 我知道大家沒有醫學基礎 但我再解釋清楚 就是說我們男生國企會硬是海綿體沖寫 海綿體沖寫這個國中有像 有有有有有有印象 那海綿體它是一個硬的 就是說它外面有個白膜它是一個硬的 白膜裡面的海綿體沖寫之後 就會形成你陰莖的這個硬度 那但是你補這個脂肪 你只能補在白膜的外面 你不能補在白膜的裡面 所以你白膜的外面是軟的 所以你雖然加出之後 你國企的一個感覺 它就不是跟原本你硬的那個感覺一樣 你不是變硬的時候然後整隻變大 因為它可能會有一個像保護的東西 所以我們有一個重要的名詞形容這個感覺 叫做軟中帶領 可是這樣它外面軟軟是不是也會影響它的敏感度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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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嗎 所以我就剛剛就解釋 你龜頭加打會影響敏感度 但是你屈膽加出這些事情 它不會影響敏感度 為什麼是因為 因為那你本來就不負責 就是說你一個刺激它的龜頭 它有可能會適合 但是你刺激它的陰莖的身體驅感 它應該比較不容易適合 那邊是沒有感覺 比較沒有感覺 對它相對 當然有少數人也會有敏感帶不同 但是大部分是這樣子 就是最敏感的地方 在驅感的地方 是在龜頭的地方 所以你 對那我再補充一下 前面露講的一個項目 就是說龜頭加大這件事情 它除了增大 讓女生比較容易滿足 還有多一個特色 就是說它會降低 降低男生的敏感度 因為你打了一層波 然後轉在裡面 所以說呢 它會延長射精的事情 也就是說 這韓國是有論文的 他們就是 打在龜頭上 可以治療早洩 所以反過來講 如果做龜頭加大 為什麼龜頭加大 做的人會比較多 因為它就是 除了加大以外 另外就是說 它同時可以增加你的信用的時間 所以如果有一些早洩 或是時間比較短的客人 那它做了這個龜頭加大之後 性基本的時間也會延長 然後又看起來 又變大 但它機場沒有壞處耶 就是都是好的 對 我壞處就是花錢 你合法會變瘦 花了錢可以有兩個好處 那要來做 那它的費用大概是會落在哪 因為它跟你打波尿分的量很關係 就是我剛剛講 你可以只打局部 或者是打整個 如果你打局部 可能大概四五萬塊左右 那你打整個的話 還要看你想要打多大 所以可能 大約要到十萬上下 那有些人可能會抱怨說 那可是它不是一輩子 對它不是一輩子 因為 過尿酸它可能會吸收 那為什麼我不建議打自己脂肪 嗯 坦白講 自己脂肪也會吸收 它也不是真的一輩子 過尿酸的好處都是說 它是可逆性的 如果你做了你不滿意 就是它的可控制性比較高 你不滿意我可以調整什麼 那自己脂肪打進去 如果你不滿意 你說這個形狀我不喜歡 很難修 所以不一定會打進去 醫師會幫他做 大部分是簡單說一下就可以了 除非你的要求比較高 你說我要打出一個 硬桃小的招牌 那時候我們就比較難了 我們就可能就需要花一些時間 所以醫師有聽過什麼 特別的要求嗎 就是他希望 他的胃頭可以講什麼樣 有但大部分我都打槍 因為我真的做不到 我不是調克槍 你不要逼我做這些奇奇怪怪的行動 我真的做不出來 所以他們是要求什麼 沒有啊 他們有的就是說 他要特別大 或者有一些比較少就是說 因為你女生的居點 一般就是我們陰道進去的上面 陰道的上方 所以有 當作一個角 對 你真的假的 真角獸 他們說我遇上沒那麼多 你就幫我集中打在中間 然後這樣 就有一個突起 有一個隆起這樣 然後像獨角獸 好怪喔 所以他的那個形狀就是會這樣 突起來這樣 其實沒辦法 但是獨角獸是開玩笑 就是說一個鬼頭 然後就是中間這塊 上面會比較多 或者你就想像說 我在頭上打一拳 然後那卡通通通 不是有一個塗牆子 對啊 你要做為難醫師的事 對啊 但是我們真的辦不到 我們盡量 我能夠滿足 會滿足大家 這樣 所以剛剛講的是 龜兜症大分 對 那是補充龜兜症 然後又回到 已經加出 也已經講完了 就是用人工蒸餅跟脂肪 那剩下就是加長 那加長這個部分 它其實是蠻多人想要 但是 算是非常困難達成的一個項目 好安慰的一句話喔 所以男生只要有六公分就夠了 所以大家不要氣餒 六公分不夠 我這六公分是要五難 我命中好啊 那你現在勃起我看一下 沒辦法